7月23日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霍啟剛 報名參加2020年香港特區立法會換屆選舉 競逐體育、演繹、文化及出版屆功能組別議席 我 霍啟剛 決定參選2020年立法會選舉 出戰體、演、文、出這個界別的功能組別議席 我很希望可以利用立法會這個新平台 注入一些我的新思想、新想法 用一些新的方式 帶領業界走一條新的方向 霍啟剛談到 疫情籠罩香港六個多月 業界正處於水深火熱的狀態 他希望向前走一步幫助大家 讓政府更加了解業界的需求 因此做出參選的決定 當天下午 霍啟剛前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 提交報名表格 他向在場等候的媒體記者表示 自己的參選決定得到包括太太郭晶晶在內 全家人的支持 做一個新的身份 是一定要全家人一致來支持 我跟我太太都談論了非常長的時間 她也都是支持我走上這條路 她都很希望我可以為業界、為香港做些事 郭晶晶下午一來到報名地點 表達對丈夫霍啟剛的支持 完成報名後二人牽手現身 我很支持她 但我相信她一定會做得很嚴重 如果有幸可以入到立法會 未來可能一些生活上 或者工作上安排改變 我很感謝得到太太 得到家人的全力、百分百的支持 在未來這段路一定不會平坦的 希望在未來這45天 我會真是做好我的本分 據悉 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將於今年9月舉行 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 將分別選出35名議員